大家好,我是Felly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故事書 《要森林裡的母子店》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森林裡的母子店 有一個秋天 這是A.V. Folder的啥啥啥 就是這個時候 沙拉和咪咪咪咪咪在森林裡 正在執著醬果 就是這個時候 他們發現了一間 好像很好玩的屋 那裡有一張很小的燈 還有很小很小的桌子 上面還有幾個籃子 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然後沙拉就說 嘩,好可愛的 是誰的呢? 貓咪露露就說 嗯,桌子的主人 應該就是出門了 然後沙拉 露露呢,看看周圍的環境 發現自己腳邊 有一頂 閃閃發光的東西 然後她就問了 沙拉,你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來的 仔細一看 原來一頂很小很小的帽子 沙拉就說了 應該就是有人小心掉了 嗯,我要送回去給她 沙拉呢,就放了頂帽 去她的頭上 然後就慢慢向前走 她還大喊 請問有沒有人掉了頂帽啊? 沙拉和露露不斷向前走 她們發現 咦,這裡又有一頂啊 她們又走了 喂,這裡也有一頂黃色的 咦,頂帽這麼小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變大了 戴在沙拉和露露頭上 變的帽剛剛好啊 原來不是頂帽變大 是她們兩個變得很小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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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啊 接著呢 沙拉就說了 嘩! 戴上了這頂帽子 我們就變小了 真是神奇啊 現在我們還用那塊樹葉啊 她們呢 就想拿著這頂帽子走 接著突然就遇見一位 推著車的蜥蜀爺爺 接著 沙拉就大喊了 老爺爺啊 你是不是掉了什麼啊 接著蜥蜀爺爺轉頭來 就說了 啊!是我的 麻煩你們啊 沒錯啊 沙拉和露露撿到的所有所有帽 都是蜥蜀爺爺 跌的 在她的推車上面 那些帽子乘得像山一樣啊 所以 她們就一頂一頂地跌下來了 蜥蜀爺爺呢 拉著手拉車 走了一段很長的路 才爬下啊 那裏有一頂要 岳高頭才會見到頂 的大帽啊 沙拉好驚訝啊 蜥蜀爺爺就對她說了 這間就是我工作的帽子 你看看 蜥蜀爺爺又嘆了在她再說了 今天是像過她們參加 時向選拔比賽的日子啊 所以她們全部都會來這裏買帽 不過我根本來不及做好些東西啊 沙拉和露露一起開口說 蜥蜀爺爺我們來幫你手啦 蜥蜀爺爺聽完之後 就好像都夠這樣 好開心啊 蜥蜀爺爺爺帶她們來武工廠 原來武工廠 只是沙拉和露露 剛才看到 放著很小很小的桌子 和很小很小的椅子的地方啊 蜥蜀爺爺就說了 來啦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舞了 首先呢 首先呢 現在就要製作顏料 在罐裡面放上 放在地上的落葉 跟著呢 再放和室 再倒河水啊 跟著呢 就用些棒 搅啊搅啊搅 這樣 做到不同顏色的 跟著就要 幫些帽 油顏色 再畫花樣啦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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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瑟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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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到之後,他們馬上用超快的速度 把帖子掛好,整理好 總算就好預備工作了 當沙拉打開門那一刻 在外面等的客人全部都衝沙進來 多到就好像住在一個風柴裡面的蜜蜂 他們全部都在一個店裡 選擇他們自己喜歡的帖子 有些就被沙拉推介 有些就被蜥蜥爺爺推介 蜥蜥爺爺還跟這隻帖子說 喂,這帖子超級適合你 你比賽的時候要加油 很多人都叫沙拉 露露和蜥蜥爺爺幫他們 最終那些帖子一頂都買完了 還算蛋糕高醒 當母臉關門之後,吃蜥爺爺爺就請沙拉和露露喝茶 還把沙拉和露露撿到的帖子送給他們 她還說 多謝你們兩個幫我大忙 好開心啊 是時候沙拉和露露和蜥蜥爺爺說再見 他們就說 好好玩啊 不過我們差不多時候要回去 說完他們就走了 就是這個時候 呼一聲 突然 天上面吹起 來一陣強風啊 沙拉和露露的帖子都被人吹得很高很高 他們立刻緊緊抱著自己的頭 然後 小小的帖子慢慢掉下來 沙拉和露露都不知不覺地變成原本的大小小 他們覺得好好玩 還大聲笑起來 然後他們就 他們就緊緊地拿著用醬果 做著的帖子放在手裡 沙沙沙沙 那踩著 秋天 樹林裡的綠葉 向前就回家了 那今天這本故事就說完了 你們喜歡聽開Like的 記得按這個按鈕 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